大家早安,大家平安 今天是许议长灵堂开放给各界悼念的第一天 感谢各位长官前辈,亲朋好友们 对许议长及其遗属的关怀 许议长在6月6日走完精彩灿烂的人生 却让6月6号成为我们最悲伤的一天 从此我们高雄失去了一位以市民为先,以地方为面 坚守为民服务岗位的议长长达26年的名义代表 而议会则失去了大家长 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的爱动 目前议会正积极的筹备智商委员会 协助遗嘱处理智商事业 在此我也诚恳地服务于大家 要向许议长追思制宜的各界长官、前辈、亲朋好友们 请你们直接到第一势力殡仪馆进行厅 来勉怀许议长 恳请大家暂时不要到伤宅去 让家属保有宁静的追思空间 许议长突然的离开 让各界非常的震惊 但熟悉许议长的好朋友们都知道 他是一位重情重义是非分明 无论问政或主持议事 向来只问是非不问蓝绿 但在他离世前 曾在他的FB留下了一段影音 他说台湾社会 因特定的政党计划 已经没有是非正义了 高雄本来是个善良淳朴的城市 却在政党故意的操弄下 造成社会强大的对立与仇恨 许议长感到痛心疾受 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希望能够换回社会的良知 因此对于民进党失业民心 造成社会动弹不安的作法 我们表达最严厉的谴责 最后我希望大家在怀念许议长 为高雄付出的贡献 同时也要深思许议长 忧虑之所在 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高雄可以变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